是引发争议的马凯尔跟有记龙威殴打零性问奖的案件 在经过呢这一个月的审理之后呢 在今天终于要宣判了 上午最新的结果出炉了 立刻连线给记者陈漫威告诉大家 现在主播和观众 这个众所瞩目的马凯尔跟有记龙威殴打问奖案呢 刚刚已经宣判结果出炉 那么呢马凯尔是判刑十个月缓刑三年 有记龙威的部分呢是判刑一年缓刑四年 缓刑期间交付保护管束 那么呢其实呢他们本来都是以重伤害未遂罪被起诉 不过呢宣判的结果都是以普通伤害罪来判刑 那我们知道呢马凯尔现在呢是以十个月的有期徒刑 缓刑三年有记龙威呢是被判刑一年缓刑四年的部分 以上就是现场这星期 我们将镜头还给屏内 好我们谢谢漫威在现场帮我们掌握的最新消息 那你像可以看到呢这个马凯尔是判刑十个月缓刑三年 一 confirms